第四章 星期五 孙少平请了半天假 来到城关的粮站 拿润叶姐给她的50斤粮票 按出细粮比例 买了20斤的白面和30斤的玉米面 这年头 50斤的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润叶姐塞给她的那个小纸包里 还有30元钱 买完这些粮 还剩了10元 她准备拿这钱 给祖母买点紫通片和眼药水 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 学校大厂上的菜票 她把这些粮食 从粮站上背到学校 换了30斤 亚洲票跟5斤的欧洲票 另外的15斤白面 她舍不得吃 准备明天带回家去 让老祖母跟两个小外甥吃 30斤的玉米面 她已经够满足了 在以后一段的日子里 她可以间隔地在自己的黑非洲中 夹带一个金黄色的亚洲 至于那5斤欧洲票 她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 哥哥来城里 总不能炖炖饭 都在润叶姐那里吃 要是亲爱的哥哥来学校吃饭 她不能让她也在中学的饭场上 让别人冷眼相看 第二天中午 她先到街上 给祖母买了好了药水 然后又把那一小袋面粉 提到金波的宿舍里 两个人相帮着 把她捆在了后座上 就准备一起香 跟着回家了 每到这个时候 学校就乱成了一团 乡里的学生 纷纷收起空瘪的干粮袋 离城近的步行 离城远的骑自行车 纷纷涌出了校门 他们要回家去度过 一个舒服的夜晚 在这里 光景好些的人家 大人们总要给孩子 做两顿好吃的 然后再打闹一口袋 像样的干粮 以便下个星期 孩子在大造饭外 有个补充 这期间 诺大的学校里 就像退了潮的海滩 那般宁静 到了星期天下午 乡里的学生 又都纷纷返回来 这个世界 才又恢复了 她那闹哄哄的局面 邵平跟金波 骑着自行车出了县城 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 一个带着一个 往家里赶去 两个人共同骑那好几年的车子 他们一路上换着灯 轻松而愉快 从县城到他们车 有70华丽路 这条路连接着黄土高原 两个地区 因此 公路上的汽车 还是比较繁多的 从出县城起 川面已经宽阔 以后就越走越狭窄 越摸到50华里外 川道完全消失了 两山夹缝的深沟 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 接着便到了分水里 碧利的横断山脉 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 在以前 公路只好委屈地 从这里盘山而上 才能伸到山那面 前几年 在一个山腰里 掏了一个窝口 才把公路 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 不过 山两面公路的陡坡 还是很长很陡 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 公路边的排水沟里 常常能看见 翻倒的车辆 上坡时慢的 让市集心烦 下坡时 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 结果 上这坡时 所有的自行车 都不可能再骑了 邵平跟金波这时 就轮番地推着车子 两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 翻过分水里 就是他们的公社 沟道仍然像山那面 一样狭窄 这道沟有十来个村子 每个村 相隔都不到石华里 被一条小河串联起来 小河叫东拉河 就是在这分水岭下发源的 下了山 过了一个叫 下山村的村子 再走石华里路 就是公社所在地 石鸽节村了 他们双水村 离石鸽节村 公社也就十里路 中间隔了一个罐子村 邵平 他挤兰花 就出嫁在这个村里 邵平和金波 翻过了分水里 骑着车 便像风一般 从大坡上飞下来了 下山村 一散而过 接着 就到了石鸽节公社 公社在公路的对面 一座小桥 横跨在东拉河上 把公路和镇子 连接在起来 一条约梦50米长的破街 唯一的一座 像样的建筑物 就是供销社的门师部 但这个镇子 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 老百姓眼里 就是一个大地方 到这里来赶一回集 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 隆重地梳洗打扮一番 另外 这街上的南头 还有一个小食堂 食堂里 几个吃得胖乎乎的吹死员 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 一样有名气 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 对天天能吃肉的人 多么地羡慕啊 石鸽节今天不遇及 因此街上没什么人 邵平跟金波 也没打算过桥去逛一逛 前两年 在这里上的初中时 他们常爱到 这条街道上来溜达 那时 这地方在他们眼里 也是大地方 可现在 他们已经逛过 更大的世界 这条破败的街道 对他们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只是到了公社前面的 中学附近 他两个却不约而同地 停住了车子 中学也在河对面 事务间的教室 两排石窑洞 窑洞下面 一个小土操场上 安抚了一副破烂的篮球架 多么可爱的地方啊 他们在此 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对这地方熟悉的 就像自己身体一样 现在 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 但这里的一切 却常常出现在 他们的睡梦中 现在是星期六下午 他们知道 除过几个公派的老师外 学生和正公分的老师 都回家去了 他们的妹妹兰湘跟金秀 大概也走了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沟道里暗了下来 风也有些凉松松的 他俩立了一会儿 谁也没说什么话 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 少平登车 金波坐在车后面 用一只手 亲热地搂着他的腰 一口好嗓音 唱起了信天游 提起我的家来 家有名 家住在回德州 三十里铺村 像银子一样的 清亮的东拉河 到这里水量已经大点了 此刻在夕阳的灰映下 波光闪闪地流淌着 和公路并行 在沟道里 盘盐盘盐 到了冠着村的时候 少平猛一下停住了车子 他突然看见他妹妹 蓝香站在他公路边 像是在等人 说不定就是在等他嘞 他和金波跳下车子 蓝香已经跑到跟前了 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 脸蛋上挂着两滴泪珠 赶忙问 出什么事了 姐夫 蓝香刚一开口 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少平扭头对金波说 你骑车先回去 那点面先搁在你家里 罢了我来娶 金波是个聪明的小子 他明白少平姐夫家 大概出了事 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 就骑着车子走了 上车子后 他又扭过头说 需要我 你严惩一声 金波走后 为了使妹妹平静一点 少平用手在他头上 亲切地摸了摸说 别哭了 你快跟我说出什么事了 蓝香抿了一把眼泪说 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 劳教去了 我还以为他死了 在什么地方 少平问妹妹 就在咱村里 为什么劳教 出去贩卖了点老鼠药 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姐姐呢 姐姐抱着猫狗蛋 到咱家去了 让我留在这里罩门 我急得不行 就在路边等你们回来 爸爸和哥哥 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还没回家去 姐姐就在这里 把我拦住了 孙少平一下子感到又急又难受 他知道 这件事会把他们家的全公社羊臭 这年头 老百姓尽管少吃缺穿 但非常着重政治名誉 谁家的一个人 给招见上这么一次 家里另外的人 跟集上会 都有人指着后脑勺 说长道短 更不用说 以后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 家人成员有政治问题 那就只能靠边站了 另外 他姐夫平时就溜溜答答 不好好劳动 家里光景一烂包 全凭姐姐一个人 拉扯着两个孩子 要是劳教 丢人不算 还不给公分 一年下来 又不知要出多少粮钱 现在 他们家多年的粮钱 都堆在一起还不了账 王八蛋 孙少平气愤地 骂了一句他姐夫 就苦了个姐姐 兰湘难受地说 他今年13岁 身体已经扯开了条 尽管穿一件旧衣服 但乌黑的短发 剪得整整齐齐 白白的脸蛋 加上叫变的下巴 一副非常可爱的模样 由于家境贫困 他从小就很懂事 刚刚四五岁 就常提个小篮子 出去割租场 捡柴货 这孩子脑子反应特别快 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资 小时候父亲跟哥哥在家里算账 他在旁边一口就说出来了 常常把两个大人 惊得目瞪口袋 现在 这兄妹俩 站在灌着村的公路边上 把他们的姐夫王满盈 狠得牙牙切齿 少平对妹妹说 走 咱现在回村子去 兰湘说 姐姐让我在这里罩门嘞 你真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 再说了 这家里有什么金字银子要罩嘞 那几个破烂盆子 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走 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 行 兰湘也在这找你待不住了 想回村里看看事情究竟如何 这兄妹俩把灌着村姐姐家的门一锁 就相跟着一路小跑往回走 离村子一里路的地方 他来紧张地站在公路上 不敢走了 公社农田基地 建站工地就在他们村头 已经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 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 插着许多红旗 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 两个孩子马上想到 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里劳教 说不定爸爸也在那里 因为他是基建队的 当然 二爸肯定也在那里 他是大队支不干 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 说不定 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呢 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人 不过 二爸是个穷先进 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 再说 这是全公社会战 就是他愿意帮忙 恐怕也顶不了多少事 这两个孩子顿时被眼前这宏伟的场面吓住了 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他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回去 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 真丢人呢 本村的人说不定 还要给陌生的外村民工指点他俩 说 瞧 这就是王满营的小舅子跟小姨子 咱干脆 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吧 兰湘想着个聪明的办法 对他二哥说 少彬想了一下 同意了妹妹的建议 于是两个人 就探过了东拉河 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 转着往回走 他们来到了工地上面的土坝时 忍不住就把腰猫下 从土棱边探出头 往下面的工地上看 对这两个孩子来说 这下面不是在劳动 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下面人群乱纷纷 红旗招展 喇叭吼叫 黄尘飞扬 一片热闹的非凡景象 二哥 看 那不是姐夫吗 推车子的那个 看 还是爸爸给姐夫 往车子上装土来 少彬也看见了 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 便悄悄拉了妹妹一把说 咱们回 вдруг难道的好感来 她并让你感冻 这边来有阴 这里才撒得很高 就像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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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